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兰花 只有了这个秋季,我们种植兰花呢,一定要记住这四点 那么是呢,四点呢,上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就是这个根氏如果有稍微干一点的话 我们不要给它泡水 因为这个兰根它离开这个盆土里面有几天了 根氏是包俊俊的成饥饿的状态 这时候如果我们给它浸泡在水里 兰根就会无结局的狂失收水分 那么就导致这个根氏的细胞壁被破裂 一般干扁的根氏呢,不多见 那么在这个秋季养护的时候也是最常见的事 第二点,过渡杀菌 只要我们都买回来的兰花是健康的 就不需要给它浸泡杀菌药 因为根氏自带着根菌 杀菌只会让兰花更难浮盆 我们种植兰花以后只要符合植料三要素 那么这个兰花大多数都是为成活的 其中差别只是在浮盆期时间长短不一而已 第三点,不要泡生根水 因为我们买回来的兰花都要进行给它收根 这个空根,烂根,还有浮烂的全部要给它修剪掉 修剪完之后呢,就感觉到这个根氏不多 那么这些花友认为使用这个生根水 能促进它生根的比较多,比较快 这样的话浸泡生根类的药水呢,就能让这个兰花的炉头减少寿命 第四点,缓苗 我们买回来的兰花呢,把它放在室内缓苗的话 室内通风不好,对兰花的根氏也不好 只要室外的温度要二十几度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室外半阴的环境 让它通风缓苗 这样的话,对兰花比较好一点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秋季购买回来兰花又如何 给它处理的主要四点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